甩动战神 拳击沙包 疫情趋稳 许多人开始重回健身房找健康 业者营收趋于稳定 但接下来恐怕要面临新一波挑战 本金加利息一个月大概还一万七 我现在两百万 所以一个月大概还三万五左右 健身房卖的是服务 受到物价波动的影响较不明显 可是台湾正面临通膨破表压力 对创业青年来说 可能会间接提高支出成本 因为升息能有效意识通膨 一旦升息 银行存放款利率跟着调高 民众因利息变多 就会把钱存在银行 购买力需求跟着减少 厂商涨价的意愿降低 通膨就会受到控制 只是升息犹如两面刃 中小企业或创业者 就会增加利息的负担 即便是国际上面升息的 但是你在我们新年创业贷款 这个利息上面 是不是可以放宽说 这个利息不要去做到升息 对付通膨 南韩开亚洲第一枪 八月份上调基准利率一码 到0.75 11月有可能二度升息 纽西兰也在10月宣布升息一码 并暗示未来将续升 英国最快年底升息 而作为全球货币龙头的美国 也会先祭出缩减购债 减少发行货币 也暗示明年下半年升息 那台湾呢 你会不会担心有通货膨胀 在台湾发生的状况 应该不会 央行利率连六计不变 认为通膨是短期因素所致 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不过看看象征通膨的消费者 物价指数年增率 今年1月还是-0.19% 但随后已经有四次突破2% 也就是所谓的央行警戒线 9月更来到2.63% 创8年半新高 学者认为 升息将不利于企业投资 但我国今年经济成长率 做5万6 成绩亮眼 若升息所带来的损失不大 央行就该审慎考虑 需要跟着美国联总会来动作吗 我觉得其实不需要 我们还是应该考虑 我们自己的出口的状况 经济成长的状况 还有通货风向的状况 然后来决定我们自己的货币政策 央行明明就在旁边观察到 景气压力是有的 然后政府的财政手段 却是不合理的加进来 在这个时候 它就应该早就应该做到 抵消财政的压力 对物价造成的压力的上涨的压力 可是它并没有作为 学者也点出 政府连两年发放振兴券 等刺激经济手段 利益良善 却无形中助长通膨压力 我们政府反而借疫情为理由 然后大大的操作了财政的手段 那这个财政手段 一旦操作下去之后 所以压力就来了 物价上涨得比较快 经济成长又很好 劳动部马上就把这地工资 调高了5% 第四季 明年第一季 很多的消费品自然就会大幅的上涨 是否要升息抗通膨 央行暂时还没有表态 只是热钱流窜 推升物价上涨 对抗通膨这场仗 台湾无法置身事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